剛check in就已經有小黃卡了 今天晚上房間 有小檯子 淋浴間 廁所 還行 一個晚上才五十五塊的明幣 他們這邊有出偶角啊 我之前沒有吃到 然後有試過他們偶茲 偶角 然後今天看到 這個 偶盒 試一下 兩片鹽 中間夾肉 然後去炸 然後就給 番茄醬飯一炸 吃不出蓮藕的味道 呵呵呵 因為外面很脆 然後肉味蠻重的 所以根本吃不出蓮藕的味道 我們包會出蓮藕的包子 果包 我現在內江啊 就 成都跟重慶之間的一個 不大不小的城市 本來沒有機會來這邊了啦 那為什麼來這邊可以看上一支影片 那大家要去旅館check in的時候 旅館會看到我是台灣人 然後好像沒有看過台灣人一樣 呵呵 很好奇 然後剛好他旁邊有三四個朋友坐在大廳 那就一群人會尾上來 就想欸 喔台灣人我想看一下你寫字 寫什麼樣子 呵呵呵 欸 寫字也是寫中文 呵呵 然後聽我講 哇你們講普通話喔 他們講普通話還蠻好聽的 呵呵 然後發現一群人聊得蠻開心的 然後突然有位大哥就講說 有一個問題要問你啊 就我們台灣人說 你們吃甜薯當作蛋白質什麼意思啊 我想 蛤 吃甜薯當蛋白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就大家聽到說有點生氣啊 然後想 吃甜薯當作蛋白質 為什麼生氣 你們也吃甜雞啊 甜花什麼的 嗯 吃甜薯有怎麼樣 然後剛才擺度一下 然後發現靠北 呵呵呵呵 台灣政論節目就有明哲跟講論家說什麼 就到了沒有前攝取蛋白質啊 所以只好是甜薯 靠 吃甜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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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好後來沒事啊 哈哈哈哈 大家好 大家繼續聊聊天 然後後來就check you 會放在休息 我們就知道 這段節目的明天就是 期拜 下集結束 được